本期没有那么苦大仇生 做一期喜剧调节一下我自己的情绪 我一直认为喜剧是最难拍好的类型之一 因为笑点比起泪点 每个人的分布位置都不大一样 我喜欢的是谐音梗冷笑话和肢体搞怪 我还挺喜欢看人倒霉的 不过我不喜欢屎尿屁和走光之类的超低俗梗 个人认为21世纪初的那一批俗 但没有那么俗的喜剧 看着真的很解压 那个时候比起现在 好莱坞没有这么的左 肤色肥胖刻板印象等东西都能被拿出来调侃 黑人能只和黑人玩 白人能只和白人玩 相对来说是我喜欢的让喜剧纯粹一点 之前做过一期笨蛋警察 本期的主题则是男扮女装 小姐好白2004年 这部因为其能起出各种离奇标题的剧情梗干 知名度是相当不错的 非要较真起来说 这部电影对白女的恶意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大的 小姐好白的阵容是拍出了惊声尖笑的维恩斯兄弟 所以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 大家心里都有点数了吧 也就是喜欢俗的 既然是男扮女装 还是先来讲讲女装扮相的问题 他并没有很详细的去描述这个女装的过程 只是用了最简单的贴脸皮和第二性征来说事 面对男主的惊恐 旁边的助手说了这么一句话 同样都是走了一个低俗的梗 但这里比起唐探的36D 我觉得观感上是要好上不少的 个人觉得伟恩斯兄弟的低俗 他俗的恰到好处 俗的不至于让人觉得冒犯和恶心 借此机会就简单的说一下唐探3 我厌恶的低俗和这里的低俗有什么区别吧 首先剧情上来说 小姐好白里说台词的人是秉持着科学的态度 去对待这么一个大小的问题的 比起原版做的确实是小了点 他在此情此景看到惊慌的男主 会认为是男主是不是觉得 不是吧就这么大 所以说了这句台词 这人物动机上来说是合理的 其次承接的剧情是不一样的 唐探中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解谜点出现的 观众是全神贯注的在注意主角梦的对话 忽然出现的低俗梗 还是如此张牙舞爪的回应 多多少少会让丙心凝视的观众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要知道36D在我们语境下的色情程度 是要比夏洛克里子 Women的三维来的夸张的多的 在小姐好白中 这场过场MV的变装情节中 并没有出现什么台词 冷不定的忽然冒出来这句话 其实是恰到好处的 平衡了快节奏的变装过程 所以说低俗笑话很难说好 当然了性骚扰的低俗笑话小姐好白里出现的也不少 不过大多数都是用作讽刺我是能接受的 如果说哎你就喜欢俗的 那这部用来打发时间再合适不过了 《卧底肥妈》2000年 这部电影你说他扮相好吧 你又能一眼看出来他就是个男的 你要说他扮相差吧 两个肥妈在一起确实又是很像的 是不是胖到一定程度就会模糊性真中性风 这部电影最主要的笑点就是集中在男主身上 他是一个警察 一边要扮演肥妈接近调查女主一边他又喜欢女主想炮他 于是在不断的切换男女切换胖瘦 由此产生了紧张的氛围 他不会露馅吧 尤其是第一次以男装的身份和女主见面的时候 脖子上那条昨晚女主给肥妈的项链隐隐约约的露出来 他就像是一个藏在桌子底下的炸弹 你不知道是否可能会被引爆 引爆之后又是否能像后面的假发事件一样 莫名其妙的以一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方式完美的解决掉 这就是这部电影不断的吊着我胃口的地方 虽然它是一个全员降之的喜剧 不过它存在着不少惊喜 当然也是存在一些劝退的地方 比如街声这场戏就集中的体现了这部电影的闹腾 炸炸乎乎甚至有些过躁的无厘头喜剧 其实还蛮挑人的 喜欢的喜欢不喜欢的就可以挑过这部 窈条奶爸 本来想再找一部男扮女装的警匪片的 但是没找到 于是就拿这部来凑数 窈条奶爸和窈条舒男都是很好看的 男扮女装题材 但是窈条舒男它的利益要更加深一点 我不是很想再讲一大堆男女关系的东西 所以就选择介绍这部窈条奶爸 这部虽然也是喜剧标签 但是比起前两部纯粹的搞怪 它有在认真的抒情 所以说这三部当中 大众接受度最高的依然是这一部窈条奶爸 先还是说说女装还原部分 几个被淘汰的造型 分别是埃及艳后 巴巴拉史崔山 安娜温图尔 一首轻快的爵士MV还原了几个重要的女装特点 粉底 假牙 蝶毛 丝袜 毛泥裙 首饰 小高跟 就半想上来说 是可以以假乱真的老太太了 虽然也是贴了脸皮 但比起前两部的敷衍 这部的皮肤质感好了很多 当然这次重看肯定是会有意外收获的 就是本片的结尾 窈条奶爸的前半程都是非常常规的写剧套路 不着调的男主被剥夺对孩子的探视权 于是他男扮女装到家里当起了保姆 在此期间他终于是理解了前妻的不容易 也知道了如何去承担责任 按照传统美式喜剧的套路 应该是夫妻复婚照顾孩子 幸福美满 而本片则是夫妻关系不再继续 但他们与孩子的关系不受影响 在传统观念中 我们常常把孩子当作是夫妻关系的纽带 继而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关于 都是为了你我才忍受这么多 这样的道德绑架的言论 但事实上最理想的状态 孩子可以是夫妻关系的润滑剂 但绝对不能够成为纽带 父母与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是不能进行绑定的 电影中段 妻子和半成保姆的丈夫 有过一段关于两个人婚姻关系的讨论 当然也是男主第一次跳脱出丈夫的角色 从旁观者的角度去认真地倾听妻子的想法 审视两个人的关系 他们适合做恋人 但不适合做夫妻 他们在彼此独立的情况下作为父母 是优于他们在一个家庭中作为父母的 所以这样的结尾是从一而终的逻辑线 所以哪怕是有些无脑的喜剧 它依然是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在的 人物都符合自己的人设 这十几二十年前的电影 讲的这些简单的东西 反倒是现在的影书作品中不常见了 想来其实也还蛮唏嘘的 好的本期就先到这里吧 我是千小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